我们要开始把我们的网页整个归零的话 网页可以显示的编辑区域是不是白白的区域 这个标签叫做body 我们要把body把它所有的边界 外边界跟内边界全部都归零 这是一个一般来讲设计界最长的手法 所以我们现在就按一个新增GSS规则 然后指定我们的这个网页 特定的标签是选第三项 把body有没有看到body 如果他不在这个位置请你自己去选一下 把body一切让他归零 那我们习惯我们要做的这些设定 你可以存在一个独立的档案了解吗 你也可以写在同一个网页里 这个仅此文件里面ok 那我们现在就故意好了写在仅此文件里面好了 他就包在跟这个one这个网页是同一个位置 好仅此文件按确定 可是我会建议你以后做网页麻烦你 把他那个什么独立成一个CSS 好让他写到外部去好按确定 然后呢进来之后呢CSS要设什么呢 设他的边界他的边界呢找一下 有没有看到一个框框方框 方框里面呢我们要让他的padding跟merging padding指的是那边界 我们要让他全部上下左右都是0 然后呢外边界也全部都是0 好先做这个动作只要呢你打一个0 因为他上面有预设勾全部一样 他四个边就会怎么样全部都是0 好那按确定之后呢这时候我们来看一下他把他里面的东西是全部归0了 你没有发现左边跟右边是不是全部都对齐了 好在上面说错了 右边你感觉不到因为没有那么长的文字 OK好那预览的时候呢 那我现在呢开始呢 讲解那个DIV标签要怎么把它插入进来 好到你的网页里面去 那各位呢好待会呢 如果你忘记步骤可以看一下讲义的第60页开始 好就是我现在接下来要开始讲的 比如说我现在想要在这一行文字的下面 好放一个区块好那我就可以呢在第二行的地方 好滑鼠移到这个地方来好Enter 那我现在呢插入一个DIV标签 我们把我们常用的面板展开之后呢 第123456第6个有没有看一个插入DIV标签 有好好你把它呢好这个就像插入那个图片一样的概念 你把它按一下那他就开始问你的 他会引导你去建立这个盒子好 好比如说我现在呢好就在我第二行的位置 是不是在滑鼠所在的位置叫插入点好你就选预设是这一个 他底下有三项目前是三项你就选这个位置就可以了第一项 然后呢现在重点是这里比较难一点你的盒子好你要选择 他其实也是在建一个这个盒子要命名每个名字都要自己取名 你要取类别还是ID我们取ID好因为呢我们这个盒子只会用在这个网页用一次而已 也不会再有其他盒子跟他套用一样的了 所以你只要选ID就可以你选类别也可以好 好那我选ID好那所以呢这个盒子的话呢我们就照我们刚刚讲的最大的盒子先键 我们是不是叫container好你要改其他名字都ok但麻烦你盒子不要取数字 一定要英文加数字ok好那这个盒子呢预设来讲你如果都没有按新增 css规则这个画面是跟我们刚刚很像对不对好这个先不要管 如果你没有特别的设定的话呢你就写到这里按确定好那你建了一个盒子他长什么样子 他有多宽无限宽你的萤幕有多宽他就多宽那多高呢就是一行的高度他预设的盒子是长这个样子 那这个盒子是透明的你也看不到边边那个虚线只是让你知道有这个范围而已好那文字他一定要先塞一点字给你知道说 这里面可以装字装土装什么都可以好那只是说如果你要看这个结果的话你也会看到悲剧好我先把它存档看错s 好然后呢我们呢好切过来看一下重新整理一下 有点害怕f5好可以看太好了好这边呢是不是看到呢是不是有那一行字 我刚刚是建了一个container这个盒子但是有没有那个真的有那个区块是看不见的他是一个隐形的空间 好那预设就是一个透明的盒子那如果你不想要长这么丑的盒子的话呢好我们呢来看一下我把这个盒子杀掉 好你可以先建完盒子之后再去设定css样式就是新增好这步骤比较麻烦分开来做那一般来讲我们有这个软体的话我们现在这个盒子如果你不想要的你就直接把它怎样选起来好我们按delete 看看可不可以delete它就不存在了ok跟你选图把图杀掉是一样的我再做一次enter 要新增一个盒子的话是不是到插入面板展开点一下按常用 好常用面板底下呢第六项有一个插入div标签好在这个地方点选 然后呢告诉他我现在在华属所在的地方插入点第一个盒子都选插入点上然后呢指定我的盒子的名字叫container 好那我们刚刚是直接就建盒子现在如果要一并呢设定它的一些样式的话你可以按新增css规则 它很聪明它认为你需要一个自己设定的一些格式的css它就帮你取的名字叫container有没有发现 然后前面加一个锦号它认为你刚刚设的盒子是只用一次所以它也会帮你选类别id了 好我们不是说刚刚做的练习不是有类别id都可以自己定义的吗 那因为只用一次所以它很聪明侦测到你需要的是id就可以了 跑掉了再给我一次机会按新增cssok好那么呢如果你想要存在外部的一个css档 你就像我们刚刚一样去存一个档案命名ok那如果你要写在同一个网页你就先选仅此文件看你自己 好那我现在先讲解放在同一个文件里面好了把它呢写在同一个地方按确定好这时候是不是可以引导我我的盒子要多大 好那如果我希望我的盒子呢好盒子是无限的宽好你的荧幕有多宽如果你的荧幕有五十五十几寸 它也会将近到五十几寸的长度都把你填埋那我们现在的话呢宽度的部分好我们来看一下应该是在这里框框方框好我们希望呢让它的宽度呢它会自动很智慧型的侦测你的荧幕呢如果是很大的话它只会占你的比例上可能占百分之八十 如果你想要这样子的比例你就选百分之八十好那我就选八十什么percent它会自动去侦测好到时候荧幕实体有多大它自动显示 那问题是我要让它怎么样左边跟右边要对齐啊对不对所以左右留百是不是要留一些空间它才会自中对齐的版型 这观念要有那所以呢我们的merging叫做外边界外边界那换句话讲我让我的左边界跟我的右边界相等只要让它们两个抓一样的他们是不是觉得这个 这个盒子是不是就会自中了那怎么设定左边跟右边相等呢我也不知道左边右边要留多少所以我就让它很聪明的做法我就是把这个全部一样勾掉 紫色左边左边是auto右边呢说错了这是右边right是右边左边是auto自动侦测一切都是自动来懂吗 它会先知道说我要抓一个区块百分之八十那这八十预设对齐是在左边靠左对齐可是你要让它怎么样左右的边界都要自动对齐自动留百一样的 所以它就会变成是什么自动对齐的概念好那我先看看有没有那我如果这样看的话我待会还是看不出来因为那个方块有没有颜色 没有是透明的盒子然后加上我的背景又是透明根本两个都透明都看不到这样子所以呢我现在想要强迫让我的方块呢它的背景 我这边来设定背景我可以设定背景的颜色background color目前预设是白色是透明我说错了是透明没有颜色我可以让它来一块颜色好了 嗯红色好了好先这样子好然后呢按确定好我就按确定咯这时候我就会长出一个盒子来有没有看到一个红红的盒子然后呢我的荧幕现在比较小一点是不是左边跟右边是一样 距离那如果我荧幕变大的时候我这个红盒子的宽度就变得很宽这样了解吗可以好好你先建一个这样的小盒子就好我先预览一下好了存档好我们看一下结果有没有它会侦测你的荧幕的好好那我这个盒子呢 好建了之后当然你里面的要装什么东西好比如说我我觉得我还是可以输入一些废话文字然后我按enter也可以啊都没有问题好了解好它可以无限的怎么样撑开好这个盒子可以无限的展开那如果你不要这些东西你就是自己把它杀掉就好了好那我们现在的重点是我们的这个大盒子的目的是希望说搬动大盒子它就可以版型靠左或靠右或置中 它的目的存在是这样子那可是我们真正的版型呢我们要做的一个版呢我们是不是想要做出一个这样有上从上到下有四个盒子对不对好那所以呢我们现在先建最上面的这个盒子 head这个盒子要怎么建它是装在这个container的这个盒子里面的它才会跟着container动 最外面的盒子最外面的盒子最外面的盒子盒的时候head是别的跟着移动了好这观念有那我们现在呢来看一下我把它还原成预设的状态一下 它预设是不会巧这里先不用管 好把它回到最一开始的预设状态好了那我现在这个盒子呢如果我希望呢里面再装一个盒子的话一样我就按这个插入DIB标签 OK但是问题是我现在这个盒子里面要装第一个head的这个盒子我就不能呢在选插入点上我是装在这个肚子里面 所以我要告诉他是装在这个DIB标签开始之后他才会装在他内部的肚子这个地方比较难 好请你选这一个在标签开始后好然后呢选了之后呢你要告诉他是哪个标签我们是不是第一个最外面的那个大盒子叫container 他是装在这个肚子里面所以你要选containerbody本身也是一个肚子嘛但是body我们不需要放在body里面 我们是放在body里面的container的里面所以要选这一个OK好这个大盒子然后呢现在取名字 你自己也取的名字你的盒子要叫什么是不是叫head h e a d e r 好新增css规则我希望的这个盒子呢假设待会要放我的招牌高度假设是200的高度宽度的话就看你最大的盒子有多大他就跟他一样就好了 好所以呢我们现在呢一样好这个都不用动按确定就好了开始来设定我们的盒子呢高度 所以去找一下方框有没有一个高度有在这里OK高度是200pixel宽度呢你可以不用指定 不用指定他是无限宽可是你是装在一个有限的80%的盒子里面所以他会怎么样跟他一模一样的大就是80%的宽度 那对他来讲他是全部占满的所以是100%如果你要输入的话跟不输入写100%是一样的意思 好他会自动展开那我们现在呢为了区别这个head的盒子我们给他上一点颜色好了好 比如说我的背景颜色呢好如果你没有上颜色他就透明的好那我们现在设定背景颜色呢 比如说我们想要装一个呃嗯绿好了哇好按一下确定好确定 你会发现你是装了一个很大的高度的盒子比原来一行高还要高的但是宽度是不是撑开一模一样对不对好 好那现在呢你会发现head是在最上面啊事实上这里是因为他有文字他这行文字还在这行文字是谁的 是最大的那个盒子这些字要显示的话也要占一些空间那如果你这个大盒子呢你只是想要装东西并没有要显示这个字 你可以把这些字怎么样杀掉好你把它杀掉你会看不到那个最大的隐形的盒子但是它是存在的好那我还是不要杀好了 我先留着好Ctrl Z好所以呢这个大盒子你设定好了好这样就可以了那我故意上一个颜色是因为我为了让你看出来大盒子所占的空间就是这个区域 如果不上颜色它会是什么色透明然后会透到什么背景是红的所以透过去是看到底下的红色它不会是白色的这一区不是白色是红的OK好这个是head的区域我们把它割出来 看一下是不是还有下面这三个小盒子要键对不对对它来讲对这三个盒子来讲它是紧跟着在head的后面好所以你只要定位你只要想清楚他们的关系它是在head的后面那我只要告诉我 在它后面插进去就好了插在head的后面是不是就等同于插在container的肚子里面了这个最大的盒子里面了好它是一个相对的关系好那我所以我们现在呢好再重新再建一个盒子一样插入DIV标签 这时候呢要选的第三种选择是在这个标签的后方是不是在那个head的后面上跟下对它来讲是前跟后的意思好所以就是后面在标签后OK是谁的标签后是不是head的标签后面你要选这一个OK然后呢我们要装的是不是呢那个主导览列好看你要叫什么 我叫MINAV好然后呢新增一个CSS规则好按确定告诉他我这个盒子呢先不用讲多宽没有多宽的没有多高的话就是一行高OK好那我现在也不要讲多宽我只要上个颜色跟它不一样好了我来上个深绿色好了好按确定 确定我是不是长了第二个盒子出来了好再继续下去好很快的建完新增好插入一个DIV标签然后呢现在下面的盒子呢那个container好切过来一下好了container是不是他的关系他是不是在这个主导览Main Navigation的后面好所以你只要告诉他在他的后面就好了好一个一个接下来所以呢你现在呢只要回到 在谁的标签后在谁的后面在标签后在那个这个Main Nav这个后面好然后我要建一个content说错C-O-N-T-E-N-T好好然后呢一样 这时候看你要做什么颜色好如果你都不做的话我们来试试看好了好你都没有指定的话然后看你要不要指定高度啊指定一下好了给他400好了好这次我们不上色哦那不上色是透明的他就会透到背后去了 因为你最大的盒子呢是不是红色的所以你会发现这一块很大的400的高度的盒子就是透明的了OK好最后我再复习最后一个插入DIV标签然后呢一样在这个contain的后面在标签后contain好然后呢新增一个最后那个脚尾范那个foot好指定他好 他的背景色好上色只是让我们看得清楚那也是为了要配色也许配的比较漂亮一点这样好然后呢高度你可以指定看你要有多高好如果你觉得他要厚一点点比较稳定的话那你就到这个方框好去设定高度比如说我设50pixel好了好按确定 好我们来预览一下结果F12不要F12存档好重新整理一下我的结果有没有看到我是长了一个字中的版型123然后最下面是4对不对那如果不想要看到最后最后这一行字不存在的大盒子里面只是装盒子并不需要放文字对不对 我可以把最后这一行字回到我这里面把它整个选起来delete掉然后呢再预览一次 这一次呢我们的盒子版型就整个都出来了有看到吗除非要过夜淡解否则尽量不要做这种配色太可怕了 好先这样子咯我们先来看一下我们做出来的网页目前呢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如果说呢你不想要上面这一行很简单你就回到你的全面 去把上面这一行砍了那你的上面没有东西的情况之下等一下 砍不掉 把它从程式码砍了好 那没有东西的情况之下它就会怎么样置顶 懂吗它就会黏着我们刚不是讲那个边界上下左右都要领了吗归领了吗它上面就粘在一起了OK 好那在这个时候呢我们预设版型不是80%吗如果你觉得呢 这样还是太胖的一个版型你想要让它只剩下50%瘦身好了那怎么动 要调整任何的这些后面才做的这些样式的话你是不是要去编辑按铅笔只要你想要任何修改就按铅笔这样了解吗 问题是你要懂你要改哪里最大的盒子是不是只要决定它的宽度其他盒子是无限宽是跟它一样宽都是80% 所以我只要控制最大的盒子就可以了嘛那最大的盒子我刚定义是叫container 所以我只要去找我的css命名的时候是不是有个盒子叫container把它选起来有看到吧 然后呢按铅笔好这个宽度的话在方框里面是不是目前是80%我把它设50%那它就会左右各留百25%左右的比例 我们按确定好存档它已经变瘦了那我们去看一下网页的状态 目前是80%我给它重新整理一次你有发现你的网页变得很瘦长太瘦也不好看 有没有觉得快窒息了对不对被压迫的感觉很不舒服 那当然因为我的目前的解析度比较低我又设那么高的话它整个就往下卷 这个高度你自己再去衡量一下下可以吗好你们试试看好不好给大家两分钟测试一下我要如何做错了 或者是想要再去局部修正的话我就选了我要的那个css的名称然后去编辑按铅笔去编辑它 我现在呢想要把盒子改回来那一样就是把盒子的名字选了之后container 然后局部修改它按铅笔ok好然后呢去调整它的大小还是改回巴士比较舒服好了好按确定 那现在呢我想要进一步控制我这个上面的这个headhead是不是呢目前是上底色而已对不对 如果想要给它挂一张我的招牌图片的话那怎么把图片摆进来呢 不是插入图片哦插入图片的意思是指很像文字一样插入文字哦可是我是要把这一区整个怎么样贴满图片的概念贴图跟插图不一样 贴图比较像什么我们这个很像是一块墙壁我可不可以把墙壁呢那个刷绿色的油漆可以吗 那绿色油漆刷完之后我可不可以把一个那个我可不可以贴壁纸上来我把壁纸贴满了那它就会充满在这上面了了解吗 那贴完之后它那个图可不可以移动壁纸可不可以移动是不行的ok那因为我的图很大我的壁纸比这个区域还要大我已经准备了一个招牌图了我放了很大的图 那张图大概是长这个样子很大的图所以我根本就是要把它缩小才能够把它放好的那我现在看一下要怎么把这个图摆进来当成它的背景 一样你要去放这个区域的话你要先选这个盒子才可以去编辑它嘛这个盒子叫什么header就是选它ok 在css样式这个区域来第一步就是把header点选一下按铅笔然后告诉它本来背景是绿色不要管我现在要把它上那个背景图片哦然后去选你要的图浏览一下今天早上传给大家练习的资料夹里面有一个ing里面有一个banner有没有看到我这样图太大2560x567我现在萤幕也才1024x768所以它一定会超过按确定 好确定先把图摆进来结果图怎么样超到很不知道天涯海角去了这样它只会显露出一部分而已好这个不是琵琶女邮报琵琶半折面所以我们来看一下结果的话就会有一点消产f4f5图是真的有进来的但是呢它太大了它被盖住了它已经没有地方可以显示出来了那等一下我们来局部调整图要什么 去控制它刚好符合这个宽度就可以了好你先把图摆进来再讲一次要控制你的哪个地方你就选那个名称header选了之后呢按第二个动作铅笔去编辑它那你要知道你现在控制什么特性你要控制你的背景的图片你就选这个图片这样了解了吗好出看看咯 刚刚是用贴背景的概念所以你的你那个图如果一开始可以量的刚刚好的话它装起来就会比较漂亮刚刚好但是有时候呢你用这种方式的话一般来讲是正确做法是你图做的刚刚好放进来就会显示在这个区域 当你图太大的时候它就跑出去那这时候呢你还有另外一种比较非正统的补救方法怎么做呢早上我们有讲过把图摆进来把图摆进来的话呢我们是滑鼠停在文字区编辑区比如说第一行的最前面好了因为待会这些文字都要杀掉的它不会在这个地方出现那我现在希望的话呢就是把图摆进来早上是不是讲那个国泰人寿那个按钮对不对插入一个图那图的话呢它比较像是什么你的墙壁上面可能还贴了壁子 然后呢又放了一张图比较像是你家的墙壁贴的壁子又挂了一幅画那幅画是不是一个照片一张图那幅画可不可以移动 可不可以动它是可以的嘛所以呢我们现在把这个图插进来 好我一样选同样一张图哦按确定按确定 这时候图很大把这个网页整个撑开了有没有撑到它都快要吐了好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图是不是可以缩小早上是不是有玩过早上你可以去等比例缩小但是我们现在的话直接来设定我们的宽度呢我是不知道我的宽度多块80%对不对那如果现在它装在head的这个区域因为我滑鼠刚插入的时候是放在那个head里面第一行文字的最前面的插入点 换句话讲只要我的head有多宽我就是让它跟我一样宽这样是不是就是填满了这观念有吗所以你只要写100%看听起来是80%但是80%是相对于身体body那个整个网页但是我们现在是针对headhead是把它填满所以你是要写100%的填满然后呢高度还不变它会很高哦按enter好那你会发现它很聪明它会侦测到哦原来 你是要装在这个head的100的宽度100%这样了解的吗然后高度太宽了受不了你自己去看我们刚刚设定head是故意设立了一个200的高度你这时候把它调200它就会跟head一模一样高 这样了解吗好这是万一你的图做的不是很漂亮的时候很NG的时候你这时候是可以把图这样摆进来那当然你摆完之后你又很无聊的去把它动它好如果有人真的这么无聊你会发现露出下面的什么壁子这样懂了吗好那这张图的话呢好我再讲一遍 把图把图插进来早上讲的插入影像选择图然后呢指定你的这个图的宽度好从下面的属性100%跟head的等宽就是填满高度的话是200 这样就搞定了那我现在觉得这背景不好看我想要换一个背景哦好那各位你来帮我看一个东西我现在也准备一张图小小的好在我的这个 嗯 一样今天传给你们Image里面有一个BG01这张图有看到吗它是不是很很扁但是宽宽的多宽我自己也忘记了滑鼠一段哦1167还是很宽哦比我萤幕还要宽因为我现在萤幕是1024而已对不对我设的解析度好那宽没有关系反正它就超过而已它不会显示出来那高度是27可是我的head是不是很高是200好那我们来看看我插入这张图会发生什么事情好现在是这张绿绿的图 我想要把它换图了那一样到CSS这边设样式才是从CSS设好先选head然后呢编辑它把原来的图呢改成另外这张图很小的一张图很扁的一张图好按确定结果你们发现诶嗯那样图有那么高吗那样图原图事实上它不会显示这么漂亮那样图原图并没有那么高刚你有看到原图是扁扁的那为什么它会那么聪明呢 它认为你的图很扁那我可不可以去买壁纸的时候我可不可以买很多张我把它贴很多个扁扁的壁纸贴在一起那排下来那这看起来就一块了 左边是橘色右边是蓝色中间是白色它这边贴起来就好像站着漂漂亮亮亮的一个背景大块的图了它是用贴磁砖的概念 所以呢如果你不想要让它重复一直重复的话它预设就是图很小它就是上下组又帮你填满那如果你不想的话呢你就是到header把这个背景的图片不要重复repeater这个地方预设是重复你把它选择no repeater no repeater它的背景图只会出现一次按确定 你有发现真正的圆图就这么扁而已这样有看到吧那通常这个概念是用在什么时候呢我们的bodybody白白白如果你嫌它太丑的话你可不可以来上个背景图那是那个贴磁砖的概念你就把body选起来按编辑一样body也可以放背景图你去选背景目前颜色是没有指定我不用去上颜色我不用刷油漆我直接贴壁纸 我可以呢选择我的壁纸是那个小图不是这个然后呢我不重我没有选择重复不重复的话预设就帮你怎么样填的满满的所以你等一下看哦它很神奇存档好我们来看一下结果 你会发现它背景就帮你整个从上到下一直重复出来了这样了解好这个练习你先不用管你只要有一个这样的观念也会需要用到好那我现在讲的是说你的图 图要插进来我们不是用这种背景的CSS样式我们纯粹是把一张图摆进来那就是用插入图片的概念插入影像的观念好先把这个摆好 好我们现在刚刚刚是把它加背景进去我现在不要背景那一样修改的地方的做法都是一样我body不要背景我是不是去改它的CSS样式 好把body选起来然后呢按铅笔编辑它好刚刚是不是把图呢摆进来当成背景图我现在把这个区域清掉delete掉按确定它body就是没有背景的OK那一样我的head不要有背景图 把head选起来修改它的样式按编辑铅笔的编辑去把这个我们不需要背景图嘛好我们可以把它杀掉OK按确定这样是不是就没了好这种插入的时候用你因为你是插入文字跟插入图显观念你滑鼠一定要停在哪里停在你的head的 区块里面他才知道是要在这个地方插入一张图然后呢把影像呢图片的档名选好好按确定图很大张没关系我们现在调宽度百分之百高度200这样就搞定了可以好好再给他一分钟试试看好不好 我们呢刚刚呢在间隙SS的时候请各位翻到我们的讲义60到61页的地方好我刚刚呢看一下60页我刚间隙SS我这一次做的做法是不是把它存在同一个那个网页里面对不对好我故意的好那事实上我的讲义60页是叫你选新增样式表达讲义的第61页是叫你把它另外存成一个独立的档案好我会建议你回家 照着讲义这个步骤来做一下下因为独立存出来的话我们今天是不是有四个网页都要套同样的版型我们这个练习是要做四个那个那个好课上好茶的那个官网吗所以他们是不是要同样的版型同样的这些设定的话是不是都要引用同一个CSS就可以了你就不用做四次了不然你每一个都是网页要独立一个做一个CSS你要你要类似你要做四遍 好一个盒子一变的话你总共五个盒子五四二十你要建二十个盒子好这样很麻烦所以呢我们现在呢好来讲一下如果呢你一开始呢这个网页有送给你这个版型你也觉得很漂亮假设好不要说丑 因为这个是练习档然后假设这个版型你要了对不对问题是呢你只要这个版型啊所以呢你就要去知道怎么去把这个东西独立出来然后将来分成你的四个东西可以四个网页可以引用的档 引用的那个版型档请你按一下程式码分割 你帮我检查一个地方你帮我看一下一个标题叫做head有看到吗head然后往下开始算有没有一个粉红色styletype从粉红色这个地方看有个styletype然后写CSS你看到这个第一行是这个字眼把它记起来从这个地方一直往下卷卷卷卷卷卷到有一个斜线style看到吗就粉红色的结束到head的前面head的前面 这整行呢请你把它这整行这整行它是整个就本来应该写在外部它现在把它写在同一个网页里面我们把它独立出来那就是怎样把它删除掉减下独立出来我先故意选一个地方贴着等我一下 这个是我刚刚的测试跟它无关我现在把它存起来贴起来先暂留着这是刚刚从我的网页剪下来那你剪下来之后你有发现发生一件事情我的网页是不是还有盒子但每个盒子都怎样脱光光了因为背景白就是白色透明的盒子在透明下去是不是全部都是白的透明度那唯一会有一张图 因为那张图是什么你的墙壁上面挂了一张照片嘛就跟文字一样是不是还在对吧那这时候呢没关系你这个格式都没有一般没有做格式的时候它就长这个样子这是纯粹的网页html那如果呢你要呢用到这些样式设定的时候怎么办好我们先把这个网页先存档一下Ctrl S我把它关起来我把one这个网页关起来 早上是不是有讲要建一个网页是不是可以按这里那你现在要建一个CSS档你没有看到这边是一个CSS你只要存存这种CSS的副档名就可以了你把它打开来然后把你刚刚那一堆文字你也不知道写什么反正就把它呢整个选起来复制Ctrl C Ctrl V然后贴到第三行贴上然后存档看你要存什么比如说我是搭配这个one的这一个 我就写first好了第一个我做的外部的CSS档案F-I-R-S-T这是把它两个要切开的一个做法那如果你今天是遵照讲义的第60跟60页就是我们早上示范的时候我们中午一开始示范是叫你一下独立出来一个网页档它在存的时候就会存成它会问你名字嘛你就可以存在first你就不用这样切来切去很痛苦OK好所以我现在把它存起来好存起来之后呢 我的one啊还是长得很丑啊我把one叫进来你可以把它关起来好one在哪里呢one是这里如果你这里闲太慢你可以帮刚刚开过的档案在这里也可以直接打开来都可以好那我现在one的话呢是不是要引用它还有没有人记得我今天说过了这个网页就像是我们早上做那个one的那个什么first page跟to那个网页有没有to的网页是不是要跟他一样然后那时候我们并没有编辑to你还有印象吗 只是要连结那个css所以要怎么连一样控制css就来这里找找看css的面板css面板在这个地方有没有看到一个回文帧今天有讲过了好所以我今天这个例子是把所有东西再讲过一遍我按一下附加样式表档告诉他我要连的这时候要连的是谁first我们刚刚是存把它存成一个first好按确定选连结哦按确定 瞬间你的网页是不是怎么样套了版型的这样懂了吗真的懂假设我现在做的版都没有任何的版型好我先把那一行杀掉 我刚刚那一行在这里我把它杀掉在head的前面都没有写东西了嘛是表示不会有样式对不对好点一下设计区东西是不是都不见了对不对那你注意看我的head跟title之间本来是空空的哦好那我现在呢假设我已经有一个漂亮的css档案了我要把它连进来给我自己使用的话我就按回文帧告诉他我要引用的是first这个网页这个css格式档 好它里面都有定义你的这个这个什么每个盒子是长什么颜色啊宽度高度是多少对不对 自中对齐等等所以他就会引用他的设定好那你会发现你套了进来之后你是head的前面是不是有多了两行他会去引用first 有没有看到好那我现在来看一下储存我的网页结果会是长什么样子好f5 就是还是一样啊这样ok的好好时间关系我们等一下做另外一个练习一模一样的我但是我们不要这个因为我担心有些同学的盒子没有建好就没有办法练习好所以呢我现在讲一个速成法早上没有上课也没关系现在这个时间认真上课就好了好因为我要领终点费所以我不能只上六分钟啊对不对这样子我只能领六块钱所以我要先讲不过这不是正统的学网页的 方法因为说真的如果你你会套用是还算是好事问题是你要去修改他的时候你不知道怎么改起所以我今天讲的东西都是 你到时候就算用范本你都理论上如果你有听懂应该都是会改的好那我们先来看一下好 我现在呢好如果都不要自己从头开发网页太辛苦了好我怕苦所以怎么办呢我开个档案开新档案 然后呢本来空白页面我们早上是讲一个新的版面是不是都无就是一个全新干净的那你现在可以选他下面是不是有很多种版型 有看到吗如果我需要的是呢好比如说这个两栏所谓两栏就是分左边跟右边就叫两栏好 栏是直的从左而右这样两栏然后呢固定跟流动的差别好 比如说你看这个两栏好左边列一般习惯性是左边列 左边列好有标题跟叶维是什么意思呢两栏我画一下好了 好我们要选两栏然后固定跟流动的差别只是在说固定的话你就是要指定高度 是比如说900pixel这个叫固定长度就是已经死的不会动了那如果你是80%的这样子的一个设定的话叫流动 因为它会是你的荧幕大小去自动伸缩缩放荧幕很大它也会缩到百分之它也会放大到80% 所以一般来讲我会建议你们用流动的概念好那我们现在呢先看流动好了两栏流动左边列流动 好标题跟叶维这样就建立起来的这个盒子呢先看一下设计画面 有没有发现我存档一下看一下结果 好这时候存档看你要存什么我们叫test好了测试档 有没有看到这个版型是帮你做好了左边选单在这里有没有看到然后内容显示区然后右边你可以把那个标题列你是不是可以就好像我们的head的概念你可以放你的招牌图在这地方那另外的话呢页角是在这个地方 好所以版型你要怎么定都可以那我现在呢今天我们讲的范例我们想要用的是好再讲一次开新档案 等一下哦要怎么录音啊 好已经开始在录了好 好我要开一个新的好档案用别人做好的好军卫的做好的那我就选择呢好一栏固定我是一栏一栏流动 说错一栏流动然后是摆在中间置中那我还要有标题跟页尾吗所以是总共四个区块 有没有好然后呢 也不对这三个区块说错了一栏的话呢是一个大盒子可是上面是不是只有标题跟页尾还有中间的内容所以是不是三个区块 好按建立 那你这些区块呢就会长出来了OK好我再把它存档一次好Ctrl S 我叫做Test True好了 好我们现在这个盒子的话呢但是你要去先先学会看人家的盒子叫什么 你滑鼠移到这个地方来 比如说我现在滑鼠点到这个地方点这个说明好了他就会告诉你有没有前面有个H1标题然后是不是有个DIV content 有看到吗这个盒子是叫content所以我们知道content盒子是指这个白白的好 那黑的盒子又是在哪里呢你点这个区域点这个蓝色的或是点这张图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当我点了前面他最靠近他的盒子DIV是叫黑的 有看到没有所以你现在他命名就刚好跟我们一样我是故意的我是跟他一样好所以呢 我是不是只要在他的head的后面插入一个 我的那个小盒子就可以了那个导览列的所以呢我现在呢好一样我要插入一个DIV标签 复习一下我们整个下午在做的插入DIV标签 告诉他要放在head的标签后面对不对 所以是选在标签后 然后呢选head 诶啊到底没有 等一下哦 不要选途如果不选途等我一下 插入标签 再标签后 等我一下下 我一下子里面就会说 為什麼不讓我選了再標籤 不是 再標籤開始是肚子 再標籤開始後 在這個肚子裡面也不行 再標籤後 等一下 我已經 我已經那個ID是等下我要命名的方式 等一下 等一下我用暴力一點 先這樣 我們先來看一下解析一下好了 它這個盒子呢 現在TEST2是我自己用那個範本建立起來的 那你會發現它盒子命名是跟我們一樣 沒有錯 你看一下程式碼 每一個盒子都叫什麼container 最大盒子 然後裡面是contain等等 對不對 可是呢 你檢查一下我剛剛見了我自己的one這個網頁 點一下 我雖然名字跟它取得都一模一樣 可是你有沒有發現在我的container的前面 我是不是一個ID編號 然後呢 在我的header 是不是一個ID的這個字眼 每一個盒子前面是不是都寫ID 那我要請你們稍微比較一下 這個是用範本做出來的 container的前面是不是不是寫ID 是寫class 然後呢 header是寫class 那個是分類的意思 類別 所以他們在鍵的時候呢 我的鍵法跟那個這個這個範例的鍵法不大一樣 你要用class鍵或用ID鍵都可以 就是說你在建立的時候 你鍵盒子的時候插入標籤 然後呢 這時候我們剛剛是不是都選在這個地方取名 如果你選在這個第二個欄位類別 它就是到時候寫出來程式碼就是class 可是我不建議你寫在這裡是因為 它不需要一直被重複在一個網頁裡頭重複的出現 所以它不需要寫在class裡面 好 那我現在先再講一下 因為我很少用這個地方一個一個插入 我要先請各位幫我看一下 不管你是class還是ID 我們來看一下程式碼 萬一你遇到你沒有辦法加進去的話 萬一發生這個悲劇 因為我在電腦裡頭 我的電腦是可以偵測的到 那發生這種悲劇的時候 你沒有辦法直接插入的時候 請看一下程式碼的地方 我們程式碼在我們的1裡面好了 你幫我看一下最大的盒子 它是不是寫了一個開頭 DIV盒子的開始 然後呢 結束它有沒有寫 突然結束就要寫一個斜線DIV 它有沒有寫 沒有 它還沒有寫的時候 它就告訴你這個大盒子還沒有結束喔 在大盒子的還沒有結束的中間 這個肚子裡面是不是裝了其他盒子了 然後一直到其他盒子都裝完之後 它才呢 大盒子結束 大盒子就是這個斜線DIV結束 這樣你看得懂嗎 換句話講我們要放入一個盒子 你只要懂得插入這一行 DIV ID等於 然後名字你自己去取 這樣可以嗎 然後呢 在斜線DIV結束 你就會產生一個盒子了 所以如果你萬一遇到悲劇的時候 我們現在因為時間關係 我沒有辦法去查軟體 我直接把它複製起來 Ctrl C 這個語法你複製就好了 可以嗎 然後呢 譬如說我現在去改人家的範本 對不對 那範本的話呢 它是不是在container的head的底下 head的下面 head是不是放了一大堆東西 你不用管它 head是不是在講完之後 是不是就是contain 所以換句話講 我的自己要建的盒子是插在他們中間 這你看得懂 先看得懂這裡 如果你的軟體出了一些狀況沒有辦法控制的話 那你就是在這個地方插入一個DIV ID 盒子的話呢 剛剛我們自己建的這塊盒子 我們是可以取名字叫NAV NAV 這樣可以嗎 那你要取ID還是叫class隨便你 可是我建議你現在既然你是用人家的範本 他既然都是用範本的定義的概念 你就全部都跟他一樣 如果是我的話我會選ID OK 那這邊我們就把它選成class 重點是這個盒子你要取名字了解嗎 那盒子裡面你要看你要放什麼隨便你 我要打XXX 我要亂打一些字進去 然後呢盒子建好了 就裝這幾個X 講完了對不對 講完了要告訴他盒子結束了 這個盒子就小小一個 你就把盒子擺進來 結束要用斜線DIV 這如何插一個盒子就插這一行 一行而已 對的嗎 好 那我們先看結果 把這個東西擺進來之後 就沾加了一個盒子在這中間 你有沒有看到是不是有一個XXX 然後是不是真的有一個盒子 小小的 存檔一下 這是Tester2 F5 是不是有一個XXX的小盒子在這裡 真的有 那你會說他為什麼沒有顏色 因為他預設是什麼 透明的 如果你希望他是一個色塊的話 你比較容易看得到的話 那一樣 你就是到你的這個Geneweb 裡面 剛剛是不是多了一個DIV標籤了 說錯了 是不是多了一個這個MAINAV 這個DIV標籤了 那現在你才想到你要去增加 CSS 樣式的話 你現在才想到 那你就是要新增 這時候分半套比較麻煩 這個我們上一節課也玩過了 你這時候才去新增 然後呢 告訴他 我是放在這個Container裡面的這個NAV NAINNAV 這個 或者是你選擇 這個 類別裡面 你自己去定義一個 我們要自己定義嘛 所以就選 NAINNAV 都可以 那你選好之後呢 好一樣寫在這個文件裡面的話 你就 按確定 好這時候呢 我要核子的這個 背景只是上個顏色而已 比較看得清楚 是不是這一塊 背景就出來了 好所以你就把人家的版 就稍微破壞了 改了一下下 F5 是不是就出來 就是你要的版型了 所以你只要會這一行 所以最後還是要看得從程式 你只要會這一行 萬一軟體出誰的時候 你就加這一行就可以搞定 好 那你想想看 如果是你一般是部落格的話 那個任何的那個部落格 都不會給你一個 內建Gweb的軟體嘛 所以你只要看得懂 語法 你就可以去破壞它 去改它了 好但是我們一般來講 不建議你用這個方式 我再強調一下 如果回去你的電腦 安裝完之後 可以的話 你就是按插入 然後選擇在標籤 後 這個地方會出現header 你就選header 就好了 OK 好然後取一下 你的自己新的名字 按新增CSS 你就不用做那麼多 兩個部分的動作了 OK 可以嗎 好 試試看 先新增個範本 插入這一行好了 我們呢 我們呢現在呢 這個盒子呢 都全部都建好之後呢 問題是 我們待會要 這個版型 是要給四個網頁共用 對不對 連這個綠綠的盒子 是其他網頁要用到它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現在呢 一樣要把我們 套用的這個版型的 這些樣式 程式碼 CSS 你把它 抓出來 請你按分割 好 那 這邊呢 一樣 剛剛講粉紅色的地方 開始看 是不是有個style 看到一個CSS 字眼這一行 開始 往後抓 一直抓 抓到哪裡去呢 抓到我們最後新增的時候 然後 我們剛剛最後新增我是不是自己新增這一行 好 那個主要的那個main navigation 那個導覽的那個綠色那一列 我是不是給他上了一個背景色是綠色的 好 做到這裡 然後呢 把那個斜線的style把它複製到這裡 head不要把人家抓掉哦 你只要留到head結束前就可以了 好 把它整個卡掉 剪下 剪下之後呢 再找一個地方先暫時貼著好了 好我把它貼起來 嗯 這是留著 這麼多 這都不是我寫的 都是剛剛範本幫你定義好的樣式 那你現在切回來這個地方 你看一下程式碼 拿掉之後 它是不是版型還在 盒子還在 但是裡面是沒有配色 那些都沒有了 好 那所以呢 這時候呢 你如果呢 要引用它的話 我們先把這個網頁存檔一下 Ctrl S 你要引用它 那事實上你這個網頁 是不是要有一個 CSS 檔案可以引用 對不對 所以這些原始檔是不是就可以存檔了 好 我就把 我可以關掉它們嗎 好 我就開個CSS 這個動作我們再講第二遍 好今天剛剛已經有練習過了 自己鍵板面然後再自己把它抓出來 好 所以呢 我現在呢 是不是呢 開了一個全新空白的CSS 把我剛剛 那些預設的版型 全部抓進來 Ctrl C 好 然後呢 Ctrl V貼上 貼到第三行 存檔 存檔 Ctrl S 看你要存成什麼 副檔名一定要點CSS 好 比如說現在呢 我們存成一個 嗯 主要的好了 主要檔案好了 Main 好存檔 OK 存檔之後呢 好 這時候已經有一個這樣的CSS 問題是 我的網頁 那個TesterTool 我是不是要引用它 它才會套版 所以我現在怎麼辦 回文針還記得嗎 這是我們今天第三次講的 把回文針按一下 然後呢 選擇 這個什麼 現在最後一個做的CSS 是這個檔 Main 按確定 確定 確定 有回來嗎 應該有回來吧 有些東西好像沒有完全回來對不對 我剛只是把TesterTool另外存成一個Test3網頁 好 那 請你們一樣好了 如果萬一 因為我從來沒有遇過這個錯誤的問題 將來呢 你做的網頁 你是用樣板 轉出來的檔案嘛 就是開一個這樣子的樣板之後 好 那你 建好之後 都修修改 改好了 把人家裡面的東西挖掉了對不對 好 那你記得 挖完之後 請你先把它做一個另存新檔的動作 好 改一個檔名好嗎 OK 所以我剛剛呢 一樣我把Test2改成Test3 我只是做了這個動作 一模一樣 我只是一模一樣的Test2改成Test3 然後呢 我再去把它 它不會又出問題了吧 好 Test3 然後我再去做一個 這個 檔案的連結 按確定 它是不是整個都套過來了 有看到吧 我把它切到設計視窗 應該有成功啦 好 那存檔一下 看一下我的Test3的結果 希望它不要再 莫名其妙的壞掉了 Test3 有沒有 有成功吧 這就是我 用別人 然後會自己加上一個綠綠的那個導覽的區塊 我這樣子把它破壞掉變成我自己的 好 所以我剛剛的做法是一模一樣是正確的 我沒有做錯 只是我不知道電腦出了什麼事情 現在開始講 我們很快速把它完成 四個頁面要怎麼長出來 是最快的 首先呢 再複習一次 今天講過的 這個網頁呢 你已經有了對不對 好 然後你希望呢 它插入一個那個背景圖 對不對 但是現在不是用背景的概念 是把一張圖擺進來 然後自己去調整它的大小 所以我是不是可以插入一個DIV 插入一個影像說錯了 然後選擇我要的banner 假設是這一個 好 banner圖很大對不對 所以你要多大呢 管它的我就設100% 它就會自動去調了 對不對 對吧 好 那高度多高呢 好 看你 好 預設來講它沒有那麼高 好 所以呢 預設的版型呢 好 我們試試看200會怎麼樣 預設它沒那麼高 但是它還是可以讓你撐開 可以吧 可以 那這張圖它只是佔用一個圖的空間 如果你不需要它 你就可以把它delete掉也可以 這樣比較快一點 好 這樣是不是看起來就有一點點 我們網頁的雛形 我再存檔一次 好 F5 是不是就長出來了 OK 那再來的話呢 最主要是下面是不是有四個超連結 選單功能 對不對 要怎麼做比較快呢 好 我們呢每一個網頁呢 連結的 都有它要連結的地方 所以我可以把我的選單 本來今天有給你們一個image 文字檔 好 我就故意這樣好了 我是不是可以先做一排文字對不對 好 然後呢 把文字輸入進去哪裡 在我的這個 綠綠的這個區段嘛 我可以把它擺進來 把這些XXX殺掉 不要殺好了 殺掉那個區域 那個盒子就不見了 因為盒子的寬度 高度是 自由伸縮的 我先把我字擺進來 再殺 好 再殺這個XXX 一二三 這樣是不是這就擺進來了 那重點是呢 我們要四個頁面 可以讓我的超連結連好 我的重點 我會先做好這些超連結 設定之後 再去改底下的文字內容 為什麼要這樣做呢 好 我先存檔一下 假設我有四個網頁好了 一個叫About 一個叫 就是 我取四個網頁好了 一個 這叫這個名字 一個叫這個 總共就四個網頁 我可不可以先把網頁做出來 應該可以吧 我現在用這個版型 我把它另存 好 另存新檔 我用 取一個 我第一個網頁 假設我第一個網頁叫About A B O U T 假設是這樣子 我就把它長出來了 然後呢第二個網頁呢 我可不可以再把它另存一次 好 另存 那你不 你不要用另存新檔 取 第二個名字的話 也可以 第二個網頁的話呢 要放的那種跟它不一樣 所以你也可以在你的檔案的面板 這個區域 開心的網頁 開心檔案 這回到我們 一開始上課的 你第二個網頁看你要叫 比如說我叫 PRO DUCT 好 然後第三個網頁呢 叫News 再開個新的網頁 那這些網頁你用這種方法 剛剛是打開的話 是不是全新空白的 News 好 最後一個 Contact 好 我們可以偷瞄一下 Contact打開是不是空的 沒有東西對不對 都沒有 好 OK 沒關係 好 那我們現在留下About About這個網頁 我們現在先來做超連結 假設我希望呢 按了About之後 理論上應該連自己對不對 也可以連自己 所以你就超連結 移過去 連About 但是這時候找不到About 所以你可以把它捲一下 About在最上面 因為A開頭 About在這裡 就把它連過去 About 然後呢 那個產品的超連結 這個都是跟早上一樣 把它連到產品的這個網頁 產品 產品在哪裡 這裡 好然後再來的話 News 好 聯絡網 連過去 好 這樣網頁基本的結構都已經差不多做好了 我們把它存檔 看一下這個結果 好 你現在重新整理一次 不是Test3 我現在已經把它取名叫About了對不對 About About是有設定超連結的 滑鼠移過來之後是不是有超連結 可以按 按About 按Prada是不是空白的 新的一個網頁是沒東西 但是有連過去的 News是不是也是空的 沒有東西對不對 好 那最後呢你才需要呢 我的邏輯我會這樣做 每個人習慣不一樣 我會先把它 先連好 那有了連好之後呢 我現在是不是要複製的東西 是全部的東西 只有到時候我在局部修改 每一個網頁要寫的資料內容不一樣 我再去改他就好了 所以我接下來會怎麼做呢 我接下來的話呢 我就是呢 把這個 About 這個網頁呢 另存新檔 檔名呢 就取剛剛我們是不是有一個 叫產品的 頁面的 在哪裡 嗯 在這裡 Prada 這邊有沒有看到 Prada 這個地方 好 複寫嘛 要 蓋過去 好 然後呢 再把這個產品的頁面呢 另存新檔 蓋誰 蓋news 好 複寫 然後呢 再另外存存新檔 產生第四個網頁把它蓋過去 他們的內容就整個貼過去 第四個網頁 第四個網頁 叫contact 在這裡 好 按儲存 複寫 好這時候我們再重新整理一次 來看一下我們的這個網頁最後的結果 好 重新整理 About 然後呢 產品 news contact 是不是都一樣了 這樣子很快就搞出來了 啊拜託因為今天時間不夠 所以呢 這個文字你回去再編輯它 圖片自己再插入 這樣可以嗎 我示範一題就好了 譬如說我第二個網頁 是產品對不對 產品頁 產品頁是這個 我就把它打開 我可以先把這些都關掉 你的產品頁在這個地方 請你把它點兩下 打開它 直接編輯它 然後我們切到視窗 設計的視窗 如果今天呢 我需要在這個地方 插入一個 這個 我們今天會插入圖片 如果還要插入一個 影片的話 今天有講到那個 我的範例檔有影片 那一樣 你就在這一行 譬如說這個地方 你就輸入一個 Enter就好了 那請你按插入常用的功能裡面 是不是有一個 往下卷 影像的下面是一個媒體 媒體的 形式有很多種 那它資源可以用 動畫 SW 或是FLV 或是你是用那個 影片格式檔 你是那種WMV 影片的話 那你就是選擇 外掛程式 都可以 我們選擇一個FLV好了 然後呢 你要準備那個檔案 今天我給你們範例檔也有 練習檔裡面 有一個video 有一個FLV格式檔的 那你可以把它呢 抓進來 那它會問你你的這個 播放的時候 寬度多少 高度多少 隨便 寬 高 我也不知道 不要自動偵測好了 你的影片有多大 就幫你偵測多大 這樣 那看起來很大 所以到時候我們再去縮放它 OK 好按確定 哇這影片太大太可怕 所以怎麼辦 還是微調好了 比如說砍成400好了 然後這邊大概剩下 它會自動偵測寬跟高 還蠻好的 好 所以呢 調成400之後 它就佔一個這樣的區域 那我們把它存檔 好 它就會問你一堆問題 不用管它 那這時候呢 我們再把它呢 用剛剛的這個瀏覽器 來看它的結果 嗯 好 假設我們已經完成了網頁的開發 有這四個頁面 About product news and the content 這四個頁面 那我們現在呢 透過阿一的瀏覽器來 呃 閱讀這個網頁 好 那你可以看到在 呃 UIL 就是網址的地方 目前它讀的是西草 在我們的硬碟內 好 我們把我們做好的網頁 放在西草的一個 Beauty final這個資料夾 那後面是網頁的 名稱 HTML格式檔 那這樣子放在 西草的 網頁呢 好 這些網頁檔案 並沒有辦法 讓外部的 這個 觀眾看到我們的 網頁 我們必須呢 透過一個 HTTP的通訊協定 把自己的 電腦 架設 變成一個 網站伺服器 Web server 升級成Web server 之後呢 別人才可以透過 HTTP通訊協定 連到我們 電腦上來看 那待會我們來說明 怎麼樣 把自己的 個人電腦 讓他升級 成為一個 Web server 在我們所使用的 Windows作業系統 上面 我們可以 抓裝一個 IIS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這個服務呢 來把我們的 個人電腦 升級成一個 Web server 那在講義的 第70頁 第六章 我們可以看到 如何架設 自己的一個 網站伺服器 那 70頁 這個章節 我們使用的是 Windows 7 這個作業系統 那 由於我們的 電腦教室 目前安裝的是 Windows XP 所以待會我上課 講解的一個 操作環境 會在Windows XP 那會有一點點的 那個 界面會稍微有一點 小差異 文字上的差異 但整個流程 概念是相同的 那請各位呢 先照著我們 XP的環境來 實作 那回去之後 如果你的作業系統 是Windows 7 或其他版本 你可以先參與 我們的講義 第71頁 一直到第 一直到第84頁 第84頁 那現在呢 我們先 呃 來看一下 石桌要怎麼製作 怎麼進行 好 首先 Windows作業系統的話 你本身呢 呃 要Windows的安裝的 這個光碟片 好 因為我們要加裝一個 平常 一般家用 電腦很少 會需要把自己的電腦 變成伺服器的 這樣子的一個 設定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 這個安裝光碟裡面 再加裝 好 當你把光碟放進去之後呢 我們要如何加裝呢 好 我們從 工具列的 開始 工作列的開始 然後 進入控制台 到控制台之後呢 你可以找一下 是不是可以看得到 有一個功能 叫做新增或移除程式 好 我們進入新增或移除程式 在左手邊有四個選單類別 我們看一下第三項 叫做新增 或移除 Windows的元件 New Web server使用的是 Windows內建的元件 所以我們要點選 第三個類別 進來之後呢 我們看一下 我們看一下 在元件的這個清單裡面 好 可以找到有一個 括號 IIS 就是剛剛講的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這個服務 我們把它勾選 加裝 請按下一步 現在開始進入 安裝的環境設定 那在安裝過程當中 會彈出一個 對話 框 提醒你要插入 Windows 我們使用的 最系統是XP 所以我要把原本的 Windows XP的這個 光碟片 放進來 按確定 接下來我們可以按 瀏覽 指定光碟片 所在的位置 是一槽 那要安裝的元件呢 它的 軟體程式 是放在 I386這個資料夾 請點選 I386 接下來按開啟 再按一次開啟 按確定 我們稍等 我們稍等一下 吼 我們稍等一下吼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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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要打开防火墙 让外部的电脑可以透过 一个通讯铺连到我们的 我们使用IS安装成功之后 那我们必须要记得在Windows XP的注意系统环境之下去打开可以连接IS伺器这个通道的一个连接Po 那这个观念是这样的 通常我们要连接到别人的网站 我们以Yahoo为例 连到Yahoo的网站除了有Yahoo的网址之外 我们必须呢 通过这个协定的网址呢 这个协定才能够呢 这个协定才能够进入到Yahoo的主机看到它的网站里面的这些网页那同样的这个HTTP协定它必须要呢经由电脑的某一个通道才能够连接进来这台server 所以呢 我们必须要将XP预设的防火墙本来通道封锁的这个保护状态将它打开来 那这个通道它是叫做一个Po 连接Po的概念 全世界预设的这个连接Po它的通道在WebServe来讲的话是80 80的这个通道 好 现在呢 我们来改变我们的防火墙设定 请从工作列的开始进入到Po之台 那我们看到Windows防火墙这个选项 点进来之后呢 我们切入到另外这个标签 那在这个地方我们要新增一个新的连接Po 让WebServe通道可以对外开放 请选择新增连接Po这个按钮 那名称呢 可以自己命名 让你自己容易区别 所以我命名了一个叫做IIS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提醒我自己将来IS的通道 我要对外开放 那预设的这个全世界都是一样的 它的连接Po的编号是80 那写定的方式是TCP这个选项 我们就按照预设值 接下来我们按确定 再按确定 现在我们重新进来我们的Localhost 再自我检测一次自己的网站 打开IE浏览器 我们在UIL这个位置输入自我检测的Localhost 这个网址 我们会看到在我们的IE浏览器会弹出两个内建的网页首页 那这个内建网页是一旦你IS有装成功之后 你就会看到的 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出现 也代表了我们目前的个人电脑 已经是一个支援web服务的一个伺服器了 当电脑可以看到 输入Localhost之后 出现这两个视窗 那么表示我们目前 这台电脑上的IS web伺服器已经能够正常启用 那表示我们这台电脑上的IS web伺服器 已经正在正常运作当中了 现在我们开始准备把我们做好的这四个网页 让它可以在IS伺服器底下 让别的使用者可以透过浏览器 连接到我们的电脑上里面 然后看到这四个网页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原本制作好的这四个网页 是放在我的电脑里面的吸槽 放在BeautyFinal这个资料夹里面 有这么多的资料夹跟档案 待会呢 我们要把这整个BeautyFinal这个资料夹 搬到我们的IS伺服器 执行的这个资料夹底下 我们先把这个BeautyFinal复制起来 那我们的IS网站伺服器架好之后 它是存放在我们的吸槽 一样是吸槽 有一个INETPUB INET PUBLISH这个资料夹 请点选资料夹进来看一下 在这里面呢 还有五个资料夹 请进入WROOTTRIBLE ROOT这个资料夹 那这里面呢 你会看到有一些预设的网页 这个是IS架好之后呢 它自动产生的一些测试网页档案 那请把我们自己自制好的网站 整个网站资料夹 贴到这里来 那我们贴好之后呢 必须去指定 重新指定我们的IS伺服器 要能够去读取 在这个BeautyFinal资料夹 里面的首页 是叫做 index.html档 请注意 我们做 用Julever制作好的网页 预设的副档名是 .html这四个字 我们先看一下 首页的 这个内容 好 那目前呢 是在西草底下去打开 在INETPUBLISH 底下的TRIBLE ROOT 在底下我们建好的 BeautyFinal这个资料夹 那首页名称是 index.html 好 那我们来指定一下 制服器的首页 以及资料夹位置 请各位呢 从工作列开始的地方 进入到控制台 再到系统管理工具里面来 在这里面有一个系统管理工具 是叫做 Internet Information Service 也就是我们刚刚 有安装的IS 这个服务 我们可以进来管理 进来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 在目前我们这台电脑 按加号把它展开来 底下的网站 我们刚刚呢 已经叫好了一个预设的网站 好 那这个网站呢 这是它原本的 从Help一直到WinXP 这整个是它原本的 内建的测试网页 那我们刚刚有 搬动我们的BeautyFinal 这个资料夹到这里面来 所以也可以看到 BeautyFinal资料夹里面的 这些网页资料 那我们必须呢 指定我们的预设的网站 好 指定到BeautyFinal 好 请按右键 选择内容 进入到预设的网站内容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第三个标签 有一个主目录标签 我们点选这个标签 它预设的路径 本机路径呢 是在新潮 底下的Inet Publish 在底下的Triple Root资料夹 现在我们将它指定到 我们自己自建的一个资料夹 请按浏览 在新潮Inet Publish 的Triple Root底下 我们再把它展开来 在资料夹底下 刚刚我们复制我们自己的BeautyFinal 所以请选择BeautyFinal 这个资料夹 按确定 执定的资料夹之后呢 我们呢 因为资料夹里面有好多个网页 我们必须呢 再告诉我们的伺服器 让它知道 待会要显示的第一页首页 是哪一个网页 所以请进入到 我们的预设的网站内容的 第四个标签 请选择文件 我们的首页预设名词叫做 index.html 在这个地方预设的档名 这四个都不符合我们的首页名称 所以我们可以自建 新增一个首页名称 index.html 我们把它输入之后呢 按确定 再按套用 再按确定 好 当我们指定的这一些 目录跟首页的文件名称之后呢 我们把我们的预设的网站呢 让它停下来stop 停止项目按一下 接下来我们将它重新启动 执行 按这个三角形的开始项目按钮 好 那么它应该会去重新的载入这些预设的网站 目录 资料夹位置 以及首页的文件名称 那我们现在来测试看一下 我们再打开一个IE浏览器好了 重新看一下我们的自我测试 localhost 是不是能够从刚刚的预设的两个首页 改变成我们自己指定的 我们自己指定的这个网页内容了 好 我们可以很顺利的看到 现在指向的是我们的beauty final 里面的这个首页about这个页 那同时呢 好 我们可以再测试一下其他的连结 好 第二个网页 好 很顺利的一切正常 第三个网页也没有问题 第四个网页也很好 接下来我们再回到首页about 好 目前看起来这个伺服器是很顺利的 可以进行这个自我测试 那接下来我们再谈一下自我测试的第二个方法 好 如果不输入英文名称的话 我们可以输入类似IP这样子的一组自我测试IP 我们先把这个伺服器网页关掉 再重新启动IE浏览器 你也可以输入127.0.0.0.1 同样的可以看到我们的网页 好 那现在的网页呢 是经由通讯协定http来做连结 然后连结到这个自我测试的IP位置 那已经不再是打开西草这种做法 我们看一下 先前我们虽然可以用IE浏览器来看网页 但是这个是只有在自己的电脑上 以开档案的方式 西草的方式来阅读 那其他外部的电脑使用者 它是没有办法直接打开你的西草 来看你的网页 那外部的档案电脑 它一律必须要用这个http这个协定 才能够连到你的电脑上来 但是这边我们还要特别强调一下 127.0.0.1或者是localhost 这两种UIL它所指向的网站 都是自己电脑内部的自我测试 换句话说 如果外部的电脑 也就是别人的电脑 要透过127.0.0.1或者是localhost 想要连结到你的这个 或者server来 看到你的首页 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先知道 我们自己的这台电脑 它的固定的IP是什么 期待没有人继续来 在网绩网路上面 每一台电脑都有它独一无二的IP 那IP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种是固定的IP 第二种是自动取得IP 那大部分的家用电脑 如果各位的电脑是跟 像中华电信申请ADSL的话 那么呢 中华电信它的设定是 你只要连接了 然后呢不用设定IP 就可以连到网绩网路上面来 那它是自动呢 分配一个IP 它算是一个浮动IP 给你家中的电脑 那一旦你关机完毕之后 这台IP的位置 可能在你下一次重新开机的时候 中华电信自动配送的IP 不一样了 那这个叫做浮动IP 自动取得的方式 那如果呢 我们有申请一个固定IP 在中华电信来讲的话 它一个ADSL的账号 它配送给你 是七个浮动IP 一个固定IP 但它不会主动提供 你可以向中华电信呢 去申请这个固定IP 它是免费的 那以我们学校的这个电脑来讲的话 大部分我们的办公室的电脑 或者是说有些电脑教室 它也可以设定固定IP 那也就是说你可以指定你的IP位置 那设定之后呢 将来关机之后重新再开机 那么这个IP是不会变动的 只要不变动的话 那换句话讲 这个IP在网绩网路上面 它永远会占有一席之地 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就像我们的地址一样 门牌号码 那别人就根据这个门牌号码 可以连接到你的电脑上面来 例如我们是要找Yahoo的话 通常我们会打TWyahoo.com 那这个就好比是 我们现实当中的这个地址 那当然呢 有些呢没有设定这个网址的话呢 它可能是一个IP 就是说你看你要记号码比较容易 还是要记这个名称 Domain Name 那通常来讲 每一个名称它也会对应的一个固定的IP 当然我们不知道Yahoo的IP是多少 因为很少人会去记这个IP 所以通常一个有意义的英文名字 它是比较容易记得住的 那所以大部分的伺服器它都会去申请一个 Domain Name 网语名称 把它的IP做一个对应 那这个观念先建立起来 那我们先就是说 先至少知道说电脑它一定呢 能够被找到它一定要有一个固定的IP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好我们现在这台 上课示范的这台电脑 它是有固定IP的 如何知道这个IP呢 它是设多少 我们可以从开始 好这个工作列 然后呢去控制台 那我们进入到网路的设定 好 其中有一个网路连线这个选项 点进来之后 请进入到区域连线 我们可以查看我们的IP的设定 请点选内容按钮 然后查看一下 我们的这个IP设定是在这个 TCP IP 好第四个这个类别里面 好我们进入到内容 好 在这个地方来讲 可能你在家里的电脑 它的设定是 这个 是在自动取得IP位置这个选项 但是呢 我们希望每一台电脑 它永远开机 这个IP不会再跑掉的话 那将来你做一个伺服器网站 这个门牌也不能乱变 不能乱更动 有一个固定的位置 别人才能够找得到你 那以这台电脑来讲 它目前的IP设定是 140.126 163.69 我们稍微把这个IP 稍微记起来一下 好 如果我们知道这台电脑的位置 是这个样子的话 你就可以告诉你的 这个 网站的参观者 请连到140.126.163.69 这个位置 来看你的网站 好 我们试试看 是不是能够实力的看得到呢 好 那我们就按照一般的上网方式 请你输入 固定的IP是140.126.163.69 好 那么呢 IE软器会自动帮你 按一个之后 会自动帮你产生一个 HTTP的这个协定 好 它会自动加 那你可以看得到 当我们输入一个真实的固定IP之后 我们同样的可以在浏览器的这个 画面里头看到我们刚刚所建好的这个网站 这四个页面 好 那有封锁就把它解除 没有关系 好 这四个页面都是可以正常很顺利的看得见 那在这个单元里头 好 请大家记住 我们要上网的话 好 如果是对外要让别人连得到你的电脑 那么你可以呢 告诉对方 你的真实的IP 固定IP的位置是什么 那 我们就直接打140.126.163.69 那如果你只是希望做自我测试的话 你有另外两个方式可以连到自己的电脑 但是呢 这个 这两个方式是只能自己做内部的测试 对外来讲的话 没有办法透过这样的方式连进来的 好 自我测试的这个输入的资料 请你打localhost 这是第一个方法 打下去之后呢 同样的我们看到网站的首页 还是很正常的可以显示 好 那第二个方法是什么呢 我们要输入的是 IP的自我检测方式 127.0.0.1 这个方法 你可以看到连到的是同样的页面内容 我们再做一次确认 它是可以很顺利的 让我们可以用这以上三种方式 来做这个网站制服器里面的 网页内容的一个连结观赏 是大致的 是大致的 我是大致的 是大致的 大致的 呀 就让你来三种方式 也是最后 我们再做一下 感谢观看